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 他们就是那种别人都在玩 他们是坐在座位上一看书学习的人 每次考试都能名列前茅 人家在玩的时候只能在看书学习 并且人品很好 而且朋友很多 对人很和善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回答 你们的答案都是非常棒 我呢看到有一个共同点 大家认为学霸都肯定是很聪明 还有成绩好 但心里面可能没有说的是 学霸是不是都是书袋子 都是躲在课室或者书房里面复习的呢 我就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学霸呢 所以让你看一下我的真实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我是在内蒙古老师的故事 《草苏的故事》 《庸苏的故事》 电影 Let me begin my presentation by sharing with you all the students. 除了读书以外,学霸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锻炼好身体。 因为只有强壮的身体,我们才可以应付到生活上各种各样的事情。 所以我的爱好你可能猜不出来,那其实是打泰拳。 那今天我也准备了一个小视频让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也是能非常强大的去打泰拳的。 我也是第一次跟人家分享我的全的一些小片段。 所以希望同学们也会喜欢,也知道。 就是锻炼身体也可以培养我们的意志力,让我们在不同很困难的事情上可以再坚持下去。 那对于学霸的意义,其实我也希望可以多通过别人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 所以我也会趁着不同机会,像刚刚说的,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包括跑去看海洋保护工作人员的工作,还有去叫摄影,去看别人拍照的故事。 再加上去亲身去劳动,去服务一些农村的社区。 所以现在也有一个短的视频让你看一下我到不同国家留学旅游的一些经历。 这些就是我的学霸人生。 那很多同学在这个分享文会之前也问我,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学霸呢? 每个人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现在我们收集了一些回答,去看一下为什么大家有不同原因想当学霸呢? 因为这样子后可以在社会或者公司里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而且还可以为国家,为政府和社会做一个贡献。 我想在最后的阶段把自己的成绩再提高自己。 这样的话我不管是最后的想生出还是以后的刚好,我都能有一个非常好的阶段。 这样我就能有更好的工作。 不仅可以让我自己想服,还能让我的爸妈和全家都想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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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跟文静置微信心。 好。 你看。 好的。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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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哦 在我们身边其实不用走到很远的地方 身边就已经有很多的人需要我们帮助了 比如说 原来每十个人里面就有五个人 生病的时候没有办法去看医生 然后有超过六名的人从来都没有上过网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做的直播 他们也没有办法看 然后每十个人当中呢 也有两个没有安稳的家可以住 十个人当中也有一个人没有东西可以吃 随时吃到一些不安全或者不卫生的食物 就很容易生病 所以我们能看到原来我们过的生活是已经多么的幸福 身边的人也需要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 也必须尽力去帮他们改善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让大家都可以更快乐的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这样子我就慢慢的一步一步发觉了我的超人梦 原来就是需要帮助别人 但我也知道单凭我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可以完成的 所以同样的我也需要加入一个超人的机构 去帮我达成我的梦想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叫做世界银行的一个机构 同学们可能听的这个名字比较少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到底世界银行是什么呢 世界银行贷款被用在非广泛的领域中 从对医疗领域和教育系统的改革 导致如堤坝 公路 国家公园等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除财政帮助外 世界银行还在所有的经济发展方面提供顾问和技术协助 世界银行在社会经济学的名义下 从多次涉及到国家改革 以至于选举的活动 世界银行开始放弃它一直追求的经济发展 而更加集中于减轻贫穷 那么它也开始更重视支持小型地区性的企业 它意识到干净的水 教育和可持续发展对经济发展是非常关键的 并开始在这些项目中投巨资 作为这批评的反应 世界银行采纳了许多环境和社会保护政策 来保证其项目在受待国内不造成对当地人的损害 同学们 对了 世界银行就是我现在每天上班的地方 我们的理念是希望可以消灭贫穷 还有促进每个国家的和平繁荣发展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就下特别多的功夫去改善医疗 教育 卫生 食品等等这方面的一些社会的问题 也希望可以达到每个地方的居民都可以过着安居快乐的生活 那到了这里 我希望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到底在世界银行里面做过一些怎么样的项目 对我们现在的世界有什么贡献 第一个呢 就是有关于我们最近发生的疫情 大家也知道 疫情当中影响了我们生活每一个方面 比如同学们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上学 没有办法每天见到老师 或者同学们 那对于一些医护人员 还有医院工作的人来说 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 因为他们每天都受着很大的压力 去服务病人 但世界银行就发现 原来有一群人可能被这个社会有一点点忽略了 那就是配送人员 配送人员的角色很重要哦 他们需要把药品或者防护用品 比如说口罩 从制造商工厂 很快速的很有效率的送到病人还有医生手上 让他们可以及时得到这些物品的帮助 物资的帮助才可以解决这个肺炎 那所以世界银行就提供了一大笔资金 去辅助这一些物流配送的公司 希望可以他们鼓励员工可以有加班的时候 会有相应的福利 也保证他们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得到安全的保障 所以我们特别支持在湖北省武汉的一些企业 让他们的企业还有仓库工厂可以发挥 在疫情当中发挥最大的作用 那除了疫情公共卫生这一方面之外 气候变化其实也是世界银行一个非常关注的议题 同学们知不知道气候变化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 气候变化其实就在指世界可能因为二氧化碳的关系 所以会慢慢的变暖和 那在这个情况下有可能我们的海洋的水平线就会慢慢的提升 那这个影响可能对我们住在城市里的可能感受不太深 但原来住在海岛 比如在印尼巴厘岛的居民来说却十分痛苦 因为每一次大雨刮风有洪水的情况下 他们的家园都受到很大的破坏 因为水都冲进去他们家里面都把所有东西都冲没了 所以世界银行在这里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希望用竹子一个非常强硬便宜又容易生长的天然材料去盖房子 那这样子那些当地居民他们本来就不是很富裕 可以负担得起一个比较高于定验的竹子房 那也可以在洪水来的时候可以巩固他们的家园不会受到影响 那在这里我希望有一个短的视频可以放给大家看一下 到底这个房子是长什么样的 大家看见吗 因为有世界银行的资金还有技术的支援 所以我们有办法可以在印尼巴里岛上为当地居民盖了一条村的竹房子 我们也非常希望可以把同样的一个想法还有方案 可以带到去别的海岛上 让同样面对类似问题的居民可以得到这一种新的很有创意的一个房屋的模型 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讲了学霸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然后也讲了超人梦想是怎么样可以达成 那在这条往学霸往超人梦的道路上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 大家也肯定觉得这条道路是困难重重 那我们要做到超人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或者很多锻炼 而我小时候呢 就是一个童军 当中也面对很多困难 不知道同学们知不知道童军平时做什么呢 如果没有很多想法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就知道童军到底会做什么呢 我们在外面里面里面里面有格好处的 对我就是大概跟你们差不多年纪的时候 然后参加了童军 那个时候我们每年暑假都要到户外露营 离开爸妈的安全的舒适圈 到外面要自己过好几个晚上 小时候的我是一个非常胆小又害怕黑的小学生 那个时候我每一次露营之前都很想装病 跟妈妈说我不要去露营吧 因为我特别怕自己一个人睡觉 但第一次的经历却改变了我 因为第一次呢就好像是在视频里的童军们 我们白天就会去捡火柴 找木头去烧火 做饭 最重要的是要大帐篷 然后我们晚上可以有个地方可以睡觉 这一些的活动呢 已经在白天把我们变得非常忙碌 非常的快速的就过了一整天 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非常累 但快乐的时光因为有小伙伴们一起过嘛 所以也特别的快乐 我居然在睡觉的时候已经一咕噜就睡着了 也没有想到这个怕黑的事情 原来我才发现困难 就是非常短暂的 因为我们怕的那些事情 原来都是可以被克服 如果我们都专注在一些快乐的事情身上 我们就可以马上的克服困难 然后变得更强大的我们 变得更强大之后呢 这个就是长久对于我们有意有好处的事情了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我就发现 克服困难原来每一次都有意想不到的奖励 在做童军 我不但有很宝贵的友谊 也学会了怎么样去变得更独立 也可以在离开爸爸妈妈之后 也可以好好的照顾我自己 所以从以前 童军是我妈妈让我去做的 这个是被动的困难 但以后呢 我就学习了怎么样可以主动的 迎接不同的挑战 去把我自己装备的更好更厉害 那在这里也想分享 第二个故事跟同学们 这个是发生在学校里面 所以也可能对于大家来说 也是非常有共鸣的 大家肯定也有一门课 是自己特别不喜欢 而我在中学的时候 就特别害怕化学这一门课 主要是那些公诗啊 名词啊都非常难背 也发现跟日常生活里面 好像没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就一直很不愿意去 复习化学的功课 直到有一次考试 我真的发现明天我没有办法去考了 所以前一个晚上 我就坐在家里的沙发 就忍不住哭 我在这个过程中想了一下 到底学习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非常孤单 很孤零零的一个 但同学啊 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在学校这个环境上课呢 原来学习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啊 我们有老师 有同学 有很多朋友围着我们 原来他们也是我们可以帮忙学习的一个重要的资源 所以想通了 想明白这个事情之后 我就很积极的每一次有不懂的地方 就会跑去找帮助 不论是老师 或者是对化学特别感兴趣 或者特别有天分的同学 就不要怕向他们提问 因为我肯定他们也有 他们学习没有这么好的课目 你可以去教他们 所以在互相交流之下呢 我就发现这里让我学习一起成长的朋友特别的多 最终我们都各自找到我们自己学习最好的最适合的方式 所以你看到在屏幕上 就是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很有成就感 很有满足感的状态 因为大家都是通过各自的努力 还有互相的帮助 各自成为了一个最终毕业的学生了 所以到最后简单的总结 我希望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些小技巧 可以怎么样你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学霸 那第一点呢 就是在写笔记 老师们一定要告诉你们笔记的重要性吧 但写字好像就是超显一样 太无聊没趣了 所以我鼓励同学们可以多用不同颜色的笔 或者用不一样的图画符号等等 让自己找到一个最容易消化理解的方式 去写一下我们学习的内容 这一面我们就很清楚 可以很有条理的把这一些知识点 放进我们的脑子里了 那第二就是复查的重要性 就是为什么我们做完功课之后 都要检查一次呢 因为原来我们有很多不小心的地方会发现 或者有一些答案是不完整的 那我就会鼓励建议大家 在做完每一道题之后 在心里面默念答案一次 就是真的是每一个字都看清楚 读清楚 然后就发现会不会有一些遗漏的点 可以抓出来 然后就可以玩上我们的答案 这个方法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就每次考试我都会用得上 因为这样子我就可以抓住 原来有很多古本来已经懂 但可能在写答案的过程当中 就太快了 就忘记了 或者没有把它好好写出来 那第三个小技巧呢 就是今天要比明天多做一点点 我建议同学们可以每天都设立一个小目标 比如说今天学习十个单词很简单 明天呢我们不用多 只要学到十一个单词 那就足够了 多加一个不会太困难的 这样子慢慢一天天来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我们只要有一点点的进步 累积下来 整年到最后 我们就发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进步 这是我们自己可能也没有发现的 所以我就希望同学们可以每天多做一点点 那就可以 那就是加起来这三个技巧 就我相信你们都可以成为学伴 那今天的分享可能就就到这里 但我知道同学们都一定有很多问题想问我 所以现在我就把时间交回给周慧姐姐 去做这个提问的环节 感谢佩奇老师的精彩分享 接下来的话进入到了互动环节 课前预习时 我们收到了很多同学们的精彩的提问 佩奇老师呢 从中挑选了几位同学来参与今天的互动 首先提问的是来自长州华瑞小学 五年及四班的陈子宁同学 今天我想问的是怎样在人生的道路中来确定追寻自己的梦想 嗯 谢谢你的问题 其实梦想这个事情是很有趣的 你首先需要发现你的梦想 这个答案呢 却不一定是你自己一个人苦恼的在想的时候就能想通 你必须出去去感受做到不同的事情 比如说找到自己的兴趣啊 爱好啊 跟人聊天啊 听别人的建议啊 别人的故事等等 慢慢的累积下来 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想走的方向是什么 那发现自己的梦想这是第一步啊 那怎么样去达到这个梦想呢 你就可以多参考别人的例子 比如说有什么成功的人已经做到你想做的事情 你就研究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样做的 然后慢慢一步一步你也摸索你自己的方式 因为每个人的道路是不一样 虽然梦想可能是大概一样的 但你必须得找到你自己独特的一面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很独特的长版 短版兴趣技巧天分这一些等等 你要很清楚了解你自己的能力 然后才可以说找到一个方法去实践你的梦想 谢谢 感谢陈子明同学的提问 接下来提问的是陈华阳同学 谢谢老师你好 今天我想提问的 今天我想提问的就是 我们都知道您是学霸 但是您的体育却特别的厉害 我想问的就是 请问您是如何在学习之外 把您的体育运动得到一定的程度 要养成好习惯呢 嗯嗯 谢谢您 我其实从小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叫做生活上的平衡 就是虽然我们想成为学霸 或者虽然我们想成为一个特别厉害的人 但千万不要只把百分之百的时间 只放在读书身上 因为只有有一个平衡的人生 我们才可以更有能力 还有更有精力 去达成我们自己的梦想或者目标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锻炼好身体 其实也能把我们准备的更好 可以成为学霸 因为你看一下 如果我每天运动 所以身体特别好 比较少生病 那其实我在读书的专注力上 其实也会更集中精神 更能吸收这些知识点 所以这两个事情 其实很微妙 也有一些关联性在这里 所以我鼓励同学们 必须在保持读书这个事情上 也需要找到自己的兴趣 因为这样子可以跟你的读书 其实是互补的 所以大家千万也非常需要把时间 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 去出去玩一下 做一些让你快乐开心的事情 那我们有一个很开心的心情 去再回到学校读书 那个效果也会特别的好 感谢陈华阳同学的提问 接下来提问的是沈亿民同学 请问您进入世界银行 对您的人生有产生什么影响吗 有的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刚刚我说了 虽然我自己的梦想是要帮助别人 但我发现自己个人的力量 是一定没有办法可以完成的 所以进去世界银行之后 刚刚我提到的那两个项目 也不能说是我自己独立完成 我要是靠一个很强大的团队 我们互相合作才可以真的达到消灭贫穷 促进和平发展的这个理念 这个大的目标身上 所以我在这里想鼓励同学们 也一定要很珍惜团队的精神 因为不论是在校园里 或者日后到工作的环境底下 大家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和谐 非常能协调的一个团队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子一加一就不再是等于二 可能是等于十 这样子你们可以发挥最大的功能 发挥最大的作用 去做一些你本来以为 自己是没有办法可以完成的事情 所以团队的重要性 我希望你们从小就可以知道 然后可以在日后 在不论做一些小的团体的作业 或者到最后工作的时候 在一个团队的项目上 也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一份组 非常感谢长州华人小学三位学生代表 来进行提问 其实刚才佩奇老师有说到 团队非常重要 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个小组的同学 通过前期的这个讨论 为问题助力 今天的话还有两个场外问题 一个是来自广西家长学校六年级一班的 讲道法同学的提问 他的问题是 如果两国发生战争 世界银行会管吗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因为当然每一个国家 他们有自己的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或者问题会发生 但世界银行的角色呢 就是要当一个国际平台 去让大家去和平的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所以我们会非常鼓励沟通 希望不同的持分者 在国家 在城市 在社区的层面上 可以有一个良性的沟通 还有比较开放的 去大家分享交流一些问题 这样子呢 不断是可以避免很多不同的冲突 或者增值 其实在长远来说 大家的关系会比较比较更好 所以我会说 世界银行在这里扮演的角色 其实是希望每个人 可以有一个发生的平台 可以把他们自己的 一些顾虑啊 考虑啊 都说出来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 一些良性的沟通 去事前把问题解决了 而不是到后面 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然后才提供解决方案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是很积极的去参与 每一个不同的社区的项目 也提供一些发展的支持 比如说资金还有技术 去让一个国家 可能它现在是在发展中的阶段 但起码可以慢慢的改善 人民的生活 让大家都变得 更有这个生活质量更好 好 谢谢佩奇老师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呢 也是来自家长学校 陈罗娜同学的提问 她的问题是 你是怎么样让个人的梦想 变成了一个帮助全世界的梦想呢 对 关于这个问题 不知道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刚刚我们发的视频 就是说我在大学或者长大之后的一些经历 其实很多就是跑到去外面的世界 去跟不同人去交流 或者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跑过去东南亚的一些小的国家 去过美国 欧洲等等这些地方 虽然他们过的生活 肯定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大家都有一个比较类似的地方 就是对于他们自己生活居住的地方 是非常热爱 他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没有完美的 但每个人都抱着非常多的希望 可以把这个地方慢慢一步一步的改善 直到一个理想的地方 让他们啊 他们家人 他们小孩 或者爸妈可以住下来 所以有这个推动力 我觉得慢慢的 我也不会单纯想我自己 梦想并不单是属于我自己 还有我希望别人快乐 我就会快乐的这个心态 所以慢慢的 我也是把我自己的梦想扩展开 希望可以用自己微博的力量 可以慢慢的改善别人的生活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自己又有新的体会 新的学习 我自己也会慢慢的进步 变成更好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梦想 慢慢演变的过程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